昨天晚上10点左右 阿富汗塔利班的发言人穆加西德 举行记者盗带会 公布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名单 第一点呢 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 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 未来阿洪扎达的角色 可能既是国家元首 又是宗教领袖 以体现政教合议 第二点 那么这个33人人 这个政府的名单 凸显临时政府的色彩 所以在所有的职务之前 都冠以代理两个字样 第三 这份临时政府的名单 情依色的塔利班人士 事实上是一次 塔利班内部分配蛋糕的结果 那在这份名单中 充满了老面孔 很多人士实际上 在1996年到2001年 塔利班政府时期出任要职 比如说 现任总理哈桑阿彭德 就在上一届政府中 就是1996年到2001年政府中 是外交部长 坎大哈省的省长 这样的面孔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 塔利班内部各派力量 都在这个名单中有体现 比如说 塔利班内部一个全市集团 哈卡尼网络 就有四人 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中 所以 这个可能一定程度体现了 塔利班内部的平衡 第四 这个临时政府的名单 当然和之前 各方预期的 也是塔利班所承诺的 所谓包容性政府 好像有些距离 我估计 按照塔利班的说法 很有可能 他所说的包容性 会体现在两点上 第一 这份政府名单中 虽然青色的塔利班 但是 并不是完全的普什图 就像第一届政府之后 他基本上是普什图族 一统天下 那么在这份名单中 他的第二副总理 出自于乌兹别克族 他的总残母长和经济部长 出自于塔吉克族 可能塔利班认为 这样一个体现了包容性 第二一个 很有可能接下来 塔利班会成立一个 类似协商会议 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把一些 头面的代表人物 以及甚至前政府的一些官员 囊括在里面 以体现包容性 就会有点赞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